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到来 联合赞助播出 美党校区停课 晚上好 欢迎收看 热视西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国安团队成员 十七号共同访问了 佛基尼亚州的 国家反恐指挥中心 并听取了关于 美国反恐形势的简报 奥巴马指出 在圣诞新年假期到来之际 美国政府没有掌握到 针对美国本土的具体可信的威胁 面对严重的反恐形势 奥巴马与国家安全团队成员 包括副总统拜登 国卿克里 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 等高级官员 十七号选择在了 美国国家反恐指挥中心 而不是通常召开会议的 白宫战情室 听取反恐形势简报 在圣诞新年假期到来前夕 奥巴马试图安抚美国民众 对可能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的担忧 但奥巴马呼吁公众保持警惕 防止任何毒狼式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奥巴马还表示 美国的反恐官员正在竭尽全力 确保美国民众在节假日出行期间的安全 目前美国政府主要从三个层面保卫国家安全 包括境外打击 入境审查 以及加强国家安全 奥巴马这番讲话 被认为于11月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 他发表的讲话内容相似 当时奥巴马试图在感恩节前夕向美国民众确保 美国本土没有面临任何具体的恐怖威胁 但在加州圣贝纳迪诺氏枪击案发生后 只有22%的美国民众表示 对美国政府防止毒狼式恐怖袭击的能力感到有信心 奥巴马将于18号前往圣贝纳迪诺市 探望枪击案的受害者以及遇难者家属 之后奥巴马将会与家人前往夏威夷 开始为期16天的假期 凤凰卫视王宾如赖大利华盛顿报道 在美联储宣布加息后隔天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 在美联储表态不会快速加息后 先前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 但美国要增加生产力和刺激增长 仍必须进行社会和医疗福利的改革 并大幅开放H1B工作签证的名额 格林斯潘17日在美国外交协会表示 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委员会成员 在加息前清除释放讯息 让市场已经做好准备 美国利率走向是否会出现重大转变 是本次会议前的最大疑问 但在美联储保证不会出现一连串 快速加息之后 先前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 不过格林斯潘也指出 尽管美国经济已经改善 至让美联储决定加息 但美国经济仍然被社会和医疗福利 严重拖累 他认为目前的财政体系非常不稳定 若国会不进行真正改革 例如调高退休者获得福利的年龄限制 美国经济没有机会再恢复过去 年增长百分之三的荣光 此外他也表示 美国国会必须通过移民改革 法案 尤其是改进H-1B专业人才工作签证项目 今年有创纪录的23.3万人 争取仅8.5万H-1B工作签证 格林斯潘指出 美国不应该再严格管制 愿意留在美国工作的专业人才 大幅增加H-1B工作签证名额 才能增加生产力 进而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富王卫视 李卓军黄卓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再有两个校区 接到了不明来历的袭击恐吓 决定停课 并与安保部门合作调查事件 受到威胁的校区是 印第安纳州的丹维尔及 普兰菲尔德 普兰菲尔德的官员就表示 有高校接到了恐吓 为了学生的安全决定停课 另外四个校区包括达拉斯 秀斯顿 迈阿密及劳德戴尔堡 也接到了类似早前纽约及洛杉矶的恐吓 不过当局并没有计划停课 我们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 今天的重要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警讯 今天是美国与古巴宣布 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周年 根据美国知情官员透露 美国与古巴周三晚间在华盛顿达成协议 恢复定期商业航班 这项重大突破使运营商 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和捷兰航空可以飞往古巴 此举将大幅简化两国之间的旅行 受到古巴民众的欢迎 协议在华盛顿达成还没有正式公布 美国官员表示 协议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型 剩下的技术细节还在讨论 专家估计三到六个月之后 美国的航空公司就可以开始出售到古巴的机票 美国EB-5投资移民法案改革国会办公室确认 15号晚间 EB-5区域中心法案改革 并未捆绑进政府预算案 这意味着EB-5可以按照现行政策 无条件延期至2016年9月30日 EB-5投资移民中提到的区域中心 是指目标就业地区 它是EB-5投资移民中 投资额最少的一种投资项目 改革提案将投资门槛 从50万美元升为80万美元 改革提案中 现行普通EB-5投资移民的金额 从100万美元上升到120万美元 而此次延期的决定 对还没有提交申请的 异项投资人来说 暂时是个好消息 在新的改革法案通过前 EB-5投资移民最低投资额 还是50万美元 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 实水检验出受千污染 威胁全市10万市民和旅客的健康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弗林特市当局在2014年4月 将实水供应系统的水源 从修伦湖改为弗林特河之后 许多居民投诉水有黄浊 并有异味 有些人表示突然出诊或脱发 但当局反复推膛 指食水安全并呼吁民众 逐费食水后再饮用 该市维权人士 邀请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的专家 进行调查 向该市发出食水寒迁警告 而医院也发现 当地婴儿和儿童的血液寒迁水平 高出正常的2到3倍 当地律师杨格等 代表居民控告市当局 这宗集体诉讼索赔可高达10亿美元 安省卫生部长达莫拉表示 安省将推迟实施 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的法案 据悉 安省政府原计划2016年1月1日开始 在全省实施这一计划 禁止在公共场所 以及工作场所使用电子烟 但这项法案遭到多方反对 因此政府决定推迟实施这一法案 至于具体实施时间还待定 但是达莫拉表示从2016年1月1日开始 政府将开始禁止向不满19岁的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至于成年人暂时没有规定 此外政府还将继续讨论公共场所使用要用大麻的法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岸CNT的短消息 美联储加息 有香港地产代理界人士预计 明年首季发展商会提供高案阶陈述 并进行减价促销 一手楼价的减幅达到10% 预计本月一手楼成交将少于1000宗 到明年1月可达到2500宗 中原地产亚太区住宅部总裁陈永杰预计 二手楼市将会比较悲观 预计跌幅达到15%左右 展望明年陈永杰预计 楼市将无可避免的出现下调 他建议特区政府可以调整 俗称辣招的楼市需求管理措施 让楼市的流动性增大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经历了前一天的造好之后 市况是大逆转 油价跌穿了35美元一桶的水平 是近7年以来的低位 拖累大盘全线下跌 三大指数日前的升幅 几乎全部回土 而金价也没有发挥避风港的作用 低支09年以来的新低位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四的走势状况 星期四美股早是开盘 呈现了一个下跌走低的趋势 那么市场现在继续是在消化解读 联邦主义局在星期三决定提升利率 迈出了历史第一步之后的 后续影响 那么在星期四呢 也出现了一些经济数据 基本上还算是弱势 以及好坏参半的走势 不过大盘整体的走势 还是受到了油价持续出现下降 美元汇价出现上升的 一个负面的影响 油价已经跌破了 35美元一桶这个心理底部支撑线 所以人们就认为油价持续下跌 以及美元持续出现上升 对美国的通货收缩将会造成压力 另外2016年联储调息的次数 也是在星期四 是投资人高度猜测 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 各行业股当中 除去标普实在行业股当中的 能源类股跌幅最差 而且原材类股也是领跌情况之下 其他的类股呢 都是一个受到技术抛售的 一个盘整的横向地位走势趋势 另外在这个星期五呢 还是多种指数期权 股票期权选择权到期的 一个四摩日 预计呢 交易量会是相当的活跃 同时有投资人预期 从现在的一些期货指数来看 美股今后还会受到 相当大的抛售的压力 不过星期四 华尔鲁股票市场走势是 相当的神圣 获利回赌抛压 为主要的发展提示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卫视旁折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来关注 尺寸的双 political d Consumer 中间的监控 雷迪 圣地亚哥分会日前在圣地亚哥 举办了第十二届节日联欢晚会 三百宾客欢聚一堂共庆佳吉的来临 在当天的联欢晚会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三藩市 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周顺宜 香港贸易发展局洛杉矶代表处主任 潘慧欣以及南加州香港商会 圣地亚哥分会会长李景华和副会长 何敏华分别致辞 南加州香港商会一直致力于 加强美国南加州与香港的经贸联系 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三藩市经济贸易办事处 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洛杉矶代表处 也给予南加州香港商会大力的支持 因为我们香港有自己的 本身的这种中西文化交流 而且中国是一国两地之杀 我觉得这个是香港有自己的特色的地方 可以发挥这个很大的作用 跟当地的州政府市政府 还有当地商会 去介绍香港最新的一些经济发展 还有就是有什么新的商机 可以让当地的商人 可以利用去发展他们在亚洲的商务 其实香港贸易发展局 一直希望透过我们香港的平台 是可以促进世界各地的做生意的朋友 来使用香港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办事处 每一年其实在本地的地方 也做很多不同的活动 欢迎来自内地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还有美国的朋友 去利用这些平台去互相交流 去发掘新的商机 南加州香港商会在推广经贸的同时 也不忘弘扬中华文化 当天的联欢晚会还安排了歌舞 武术表演 而醒尸队的演出更将晚会推向高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近日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及美国爱国基金会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 为自闭症群体及家人举办了庆祝圣诞节的聚会 本次活动是为了让全社会 更深刻了解自闭症这个特殊群体的需求 这些家庭的生活中 面临着鲜为人知的艰难和困窘 他们也往往羞于其耻 向社会寻求帮助 美国爱园基金会和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共同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 就是呼吁社会更多地了解自闭症孩子的困境 帮助他们与社会更加贴近 中国驻入山基大使刘建夫人陈晓玲 出示了活动 深切表达了他对自闭症群体的关心 今天的这个证诞这个party呢 是为了残疾儿童和滞胀儿童 自闭症的儿童捐款的这个慈善的 这种一个聚会 所以呢这里边呢 就是觉得我们的华人华侨在这里啊 奉献出一种爱心 我真的是很受感动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 特地为此次慈善参会募集了捐款 为自闭症儿童带来了各种玩具 他们因为有残障 所以他们生活很困难 我们每年都会跟爱源基金会 共同来搞这个捐助活动 来帮助这些残疾的孩子们走上社会 让他们也享受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你喜欢吗 谢谢 自闭症是一种脑部因发育障碍所导致的疾病 其特征是情绪表达困难 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有问题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学院估计 美国自闭症的发病率 为每千人中有五至六人 这个群体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此次慈善参会帮助了来自洛杉矶各个种族 各个年龄段的自闭症群体 凤凰卫视英明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关注 凤凤美洲新闻友 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Stay Farm帮您保护珍惜的一切 让您和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中国东方航空全心启航 今后您到来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